作为数字中国建设峰会的重要配套活动之一 第三届无亲园会 福建海西场2020世界人工智能围棋大赛 今年在常乐滨海新城展开对异 比赛由中国围棋协会 福州市人民政府主办 第一阶段将持续到9月30号 总决赛及颁奖仪式将于11月30号至12月4号 在福州无亲园会馆举行 本届世界女子围棋赛共有来自中国、日本、韩国、欧洲、北美洲等7个国家和地区的24位顶级棋手参加 他们将通过3天的较量决出4强进入总决赛 而世界人工智能围棋大赛则吸引了5个国家和地区的20只围棋队伍报名 数量大大超过网界 比赛方式上受疫情影响 本届比赛均采用线上线下结合方式进行 境内外比赛同步展开 境外选手在各自国家或地区以网络对异方式比赛 其他选手则在福州参赛 此外本届比赛还在全球范围内进行5G网络直播 这也是全球首个启用5G网络进行比赛和直播的围棋赛事 先把自己的旗下好 它会出自己的水平 而且去年也在福州这地拿到了这张外 拿到了五清元碑这张外卡 也就是也比较亲切这个地方 这次比赛我们也借助华为5G在福州的新基建基础 华为云会议宝为此次的第三届五清元碑世界女子为奇赛 提供了原生的会议直播功能 采用4K的高清摄像和5G网络通信技术 可以将高清的比赛视频实时存送到观众和骑手面前 本台报道